请大家看一下手上的提案 租车 看来咱们要改行了 这是什么 张总 这是我最近突发奇想的 一个计划 也是今天召集大家开会的 主要目的 据我调查 在广州已经有很多家 汽车租赁公司 而且利润都非常好 在北京和上海 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租车已经相当地普遍 而在我们本地呢 汽车的销售市场 已经处于饱和 开拓新的客户 非常地困难 而等待老客户换车 又需要一个非常长的周期 所以我认为 也许租车这个行业 是我们的一条新的出来 租车的客户就有保障吗 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比如上次来店里 闹事的赵先生 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吧 他现在需要八台车 而手上的钱只够买一台的 如果我们有了 汽车租赁部的话 公司的闲置车辆 也会有出路 这个案子我昨天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非常地好 这对公司拓展业务 有很大的帮助 各个地区就应该根据 地方的特点应地制宜 不要被传统的思维困住 对对对 就是就是 我反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现实 首先 租车的费用很难提高 这个行当如果门槛一高 那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其次 每辆车都是有使用年限的 人工折旧算起来 到底能有多少利润 是不是真的对营业额 有所帮助 我认为 我们应该把目光 放得长远一点 不要一谈什么就是 钱 利润 营业额什么的 我们应该为公司的 长远发展考虑 秦芬这个案子上 也提到 现在机动车驾驶照 是三千万 可是机动车 却只有一千四百万辆 也就是说 本多车少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汽车租赁 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当然 一个新兴产业 最初肯定是会付出 一定的代价 可是 我们进入得越早 日后竞争力就越强 这个道理 你应该明白吧 做销售的 不谈钱谈什么 别说长远计划 只要是一个季度的业绩 不达标 公司马上就会让我 卷铺盖走人 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了 这样的问题 谁负责呢 我想你是误会了 这件事情 跟销售部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 我希望能够独立结算 也就是说 重新成立一个租赁部 由爱情奋权权负责 市运营期间 我希望张总能够大理的支持 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车辆 这件事情 将会是公司今年重点发展项目 不是小打小闹 要做就要做大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一个新兴产业 最重要的就是宣传 要让大家从心理上接受它 所以 我们要办一次隆重的新闻发布会 来招待我们的客户跟媒体 这件事情也由爱情奋负责 战总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很有想法 不过只要是这个 公司支持 我一定会积极配合 积极配合 太好了 至于你们销售部门 还是继续做你们的事情 这是两个独立的部门 不要互相干扰 当然 有的人也不要企图 把自己业绩不佳的原因 归咎到别人身上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说 我们是一个团队 要温暖 要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只有这种气场 才能感动你的客户 如果太功利 太气势凌人 张口闭口就是钱 那么一定会把你的客户吓跑的 留不留得住人 不是你说了算 留不留得住人 如果你来这儿 只是为了做人身攻击的话 我还有很多工作 菲菲 菲菲 你看她这是干什么 对不住大家了 我就是发表一下个人观点 没想到有的人对号入座 不好意思 请 请 上会 上会 菲菲菲 没事吧 你跟着来干吗 你给我出去 我不是怕你 怕什么呀 怕我想不开啊 我知道她什么企图 一个爱慕虚荣 磅大款的女人 她凭什么 她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说三道四的 我不像你 我不怕得罪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无辜的 你无辜 我看你是卖乖吧 你给我出去 我不出 出去 你干吗呀 出去 这条窗 4S店 她不是为了赚钱 难道是为了成立大家庭啊 我身为销售部门的经理 我不树立威信 我怎么领导我的团队啊 我不为大家 树立一个赚钱的目标 难道我要当一个 无私奉献的奶妈呀 什么逻辑 不是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她为什么要针对你啊 因为 因为什么呀 你们不会在广州 发生什么事了吧 误会你跟爱兴奋 这也太扯了 我们 你不会真跟爱兴奋 结婚了 你 你 你们俩 这 你 这么大反应干吗呀 我都后悔死了 我都觉得我疯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我 我 嘻嘻 别别别憋着 别憋着 别憋着啊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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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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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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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在帮你 那你也没有必要 对钱菲菲内容太多 我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 一个做销售的 那么冷冰冰的怎么可以 这叫良药苦口 我哪知道它有那么大反应 再说了 作为一个销售经理 应该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跟承受能力 我说的话并不算过分的 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 你说 他明明喜欢你 干吗又要反对你的计划 你别乱说小说 不过你得记住了 公司有规定 内部谈恋爱 至少有一个得离开公司 这个你别忘了